哈喽 我们已经回到印度尼西亚了 这几天都没有发视频 然后赶紧呢给报一个平安 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要吐槽一下这位大叔 为了省7美元的这个推车 他一个人推三个箱子 以前从来不会就是想着要省钱 把信用卡能刷爆的人 现在突然又变得这么空门 我真的没办法适应 还有姐妹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走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家里的花花草草还在吗 姐妹们不太理想 姐妹们看到没有 好惨好光凉 这个三角梅之前 这个白色的仙气飘飘 这个地方一大片的三角梅的花 都没有了 三角梅在热带 基本上不用打理的 就浇浇水就行了 就都给我干死了 没烦呢 我就奇了怪了 怎么连我的这个蓝雪花 它也不开了 真的是你看看一片花 因为这个这么漂亮的三角梅 是给干死了 然后司机接手之后 修修剪剪又活过来了 这个是后院 就是这些植物就是纯干死的 稍微给点水 它都不会这样子 然后把那些死的东西都砍掉之后 我们还要再去买一些绿植 给它种起来就行了 等一下再带大家去看一看菜地里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我的燕窝店开业了 你到某营上去搜 真一家燕窝就收到了 以后大家买燕窝也没有什么进口商批发商等等 你又直接从我这里买印度尼西亚寄回去 燕窝呢 我已经拿了 但是还没有到 所以姐妹们 今天晚上八点钟呢 我店铺里呢 先出一些福利品给大家 有时间的晚上八点 记得来我的直播间 姐妹们 有点小惊喜 我刚刚到菜地里一看 我的惊呆了 我的菜园的这么漂亮 这是第一次出院门回来 我的菜园的长这么好 这个箱子可真是太好看了 看着真是坠了 这西红柿你看烂掉了 也没有人来摘 这太开心了吧 就是有点可惜了哈 掉了一地 他估计不好意思摘 这茄子你看 烂地上了都没人来弄 老虫这样了 他们也都不来宰 太多了 这个是小白菜太密了 长得也挺好的哈 他我跟他说炒梦灰 每个星期都撒 他还真的没有长虫子 不然真的会长很多虫 在热带种这个叶子餐 这园丁必须要给夹个鸡腿哈 哎呀看好太棒了 这是我第一次 离开家这么长时间 菜还这么好的一次 你看这上面上了好多草米粉 也不能收太多耶 也吃不完就这样吧 还有好多南瓜 刚好爱丽丝昨天还说要做南瓜派 这样自己有南瓜了 辣椒真的是可以做辣椒酱了 好多好多 胖丝瓜也是挺多的 都烂掉了 你看长那么大 他们不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丝瓜真的很好 甜甜的脆脆的 收获满碗 有惊有喜 走了